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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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幫大家試吃的環節了 我覺得這個效果真的不錯 皮脆肉滑 很多汁 百元一隻大隻雞腿 性價比是超高 強烈建議大家有時間可以做來吃 不妨大家看製作過程 我們一起去片段 大家好 歡迎來到裘奇豬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生炸雞腿 今次我會用急凍的雞腿做示範 因為它價錢便宜 現在這裏為例 三隻只需要24元 首先用淡鹽水解凍 3茶匙鹽 我們放在一邊 讓它解凍 我們趁這個時候準備少少配料 包括有半個洋蔥 一塊薑 蒜頭 和蔥 蒜頭 把它撇裂就可以了 薑也是一樣 把它撇裂 用刀刀幾下 都比較容易出味 蔥也是一樣 把它撇裂就可以了 不用切碎 洋蔥就把它切割 讓雞腿解凍完 就可以進行醃製了 雞腿已經解凍了 我們現在做多一個小小的工序 骨頭這個地方 它是比較厚肉的 醃起來不容易入味 還有炸起來也會比較難熟 所以把骨頭剪開 讓它容易入味一點 還有炸起來會比較快熟 沿著骨頭兩邊剪開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剪穿雞皮 要不然就很影響出來外觀 然後把它沖洗乾淨 用廚房紙抹乾 以三隻雞腿為例 我會放兩茶匙糖 一茶匙鹽 一茶匙雞粉 一茶匙胡椒粉 一茶匙五香粉 一湯匙生抽 半湯匙美極 一湯匙米酒 半湯匙麻油 兩湯匙麵粉 一湯匙生粉 兩塊腐乳 蘸胡椒粉 加上菜及的配料 好 用力摔均勻 放在包裡 然後放在包裡 放十多小時以上 我們的配料 eş 日衍朝夕 雞腿已經醃了12個小時 我們從冰箱拿出來 攤20分鐘左右 當它回到室溫 炸出來才好看 貼在上面的配料就拿走 20分鐘後再回來再處理 這次我們用麵包糠去炸雞腿 出來的效果就像 香港有一間連鎖飯餐店 讓大家加上的效果 我們把雞腿放在麵包糠裡面 均勻地貼滿麵包糠 就可以拿去炸 我們要按一下 按緊一點 讓它多貼麵包糠 出來的效果才好看 大家記得 用麵包糠炸食物 不可以太高 不然麵包糠炸焦 雞腿也未炸熟 今次用一個比較低的溫度去炸 去到130度 我們會轉一個小火 最好用工具墊著底 這樣不會炸焦了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讓它慢慢低溫 炸10分鐘 然後再轉回猛火 把它炸到金黃色 我們這個時候 盡量不要動它 如果一動它 那些麵包糠有機會 會掉出來 我們讓它慢慢低溫炸就可以了 炸了10分鐘之後 先把麵包糠捏起來 先把麵包糠捏起來 不然就會炸到焦 當油溫提升到160度的時候 我們轉個中火 然後放雞腿下去 再炸 我們要轉動一下 讓它受熱均勻 大概炸多5分鐘就可以吃了 把麵包糠捏起來 將油溫乾 今天的生炸雞腿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